就在十年前 前面的五年大概都是 都是一個人自己在玩 個人在自己嗨 到1900很多人就加入 一起來寫 然後到現在到HP5 裡面有些engine 後面會再談一下 他所謂官方網站 他的一些list 可以在這邊看得到 他的特色這幾個 有些我們都談過了 化平台語言語法限制少 他的語法限制比Java簡單很多 因為Java跟Java很像 這個跟Java有一點點不像 但是大致是一樣 只要知道他幾個不一樣的地方就OK 他的變數不需要先告 行別不需要指定 這兩個如此一態 等一下我們看語法都會看 陣列可以隨時新增元素 可以用字串來做indexing 基本上就是開發很方便寫起來很簡單 當然有比較更簡單的 Ruby Python Python我們下禮拜會看 比較更簡單的 但是基本上PHP是很簡單的一個語言 開放原始碼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修改發佈 然後這個 這個要談一陣子 在YouTube上面 我有大概六個小時的 有關於智慧財產權跟開放原始碼的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去看 我們加分的Lab0 是讀書報告 有人看 有人沒有看 其中有一本 今天都是常識 我沒有把它變成 我沒有把它變成 要求大家一定要做 就是考慮到大家的負擔 就跟這門課一樣 這門課的負擔其實也滿重的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是有不同的深度 自己覺得你可以花多少的力氣 到某個深度 但是很多 我們這門課不管是深度到哪裡 你可以到的深度 在這個學習可以到達深度 都是所謂的常識性 都是常識 還沒有到專業 所以如果不然作業沒有辦法做好 那就表示這些 常識的都還沒辦法達到 基本上大家都在常識性 常識是common sense 就開始在common sense 那當然這個開放原始碼 它有很多的常識 我們這裡沒有辦法時間 沒有時間來談 還有智慧才能全的一些常識 那 PHP還有一個特色 眾多套件資源 就是它 它有一個 我們今天談的都是最基本的PHP 但是其實它有很多的所謂的 Repository 或是這個package 在那邊 那這個PIL PHP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Repository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套件 那這個套件 它 它 它讓你寫的程式寫得更容易 像我們等一下會看看PHP跟白西果的資料庫支援的部分 那有一些語音法 寫這些語音法的話 大概要寫個像連結資料庫 或做這些資料庫出現 可能要寫個三五十行的程式 那可是如果你用這個套件來寫呢 可能就寫個三五行的程式 基本上它大概可以讓你的寫程式變更容易 但問題是你要另外再學一個這個套件 然後它有 它有 有物件導向的觀念 PHP本身不能算是一個物件導向的language 但是 它 它跟它所有的套件的這些 你要使用它的套件 你要用偶爾的觀念去使用 所以你要有物件導向的觀念 大家是沒有問題 因為你是學家話上來 所以這個 偶爾的觀念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但是你要多學這個東西 那 那一般在外面正式的開發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 那我們當然 我們今天當然不可能談這個 那我們在那個 YouTube的playlist上面 有一個PHP大概有100小時左右 那裡面就有談這個 好 那 那這個 LAMP跟WAP的這個 我剛剛稍微已經提到了 LAMP的話 就是Linux的作業系統 Porture Web Server MySQL Database 加上 PHP這個所謂的CGI環境 所以 所以不管是PHP XP JSPD 它都是一個所謂CGI的環境 CGI環境什麼意思呢 CGI的全名叫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還沒有這些 東西出來之後呢 我們只能寫CGI層次 那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在 Client端 HM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熟了 可是這些東西 它都要擺在伺服器端 擺在伺服器端 在靜態網頁的話 它不需要這個東西 靜態網頁 我只要有一個Web Server 擺在這裡 也不需要有資料庫的 我都不需要 我只要一個Web Server 有一個作業系統 靜態網頁就可以抓到這裡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 靜態網頁擺在伺服器端 抓到client端去看 加上CSS也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要動態要互動 Client跟Server要互動 這個環境的話 Web Server一個不夠 Web Server不夠的話 它就必須要 透過跟作業系統上面 其他執行的應用程式要溝通 那溝通怎麼溝通呢 作業系統有提供一個 所謂的Gateway Interface 就是一個Gateway是雜道 雜道的介面 有一個雜道介面 什麼叫假道介面 其實就是一些標準的呼叫 Linux有Linux Windows有Windows的標準呼叫在那邊 標準呼叫在那邊 那我Web Server可以跟它 作業系統 不是跟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上面其他的程式來溝通 透過CGI標準的介面來溝通 然後就把HML裡面 那個Fone裡面傳來的東西 丟到我作業系統上面 另外一個程式去執行 過去是這樣做 十幾年前 我說我們這個課剛開始開的時候 就是這樣做 寫CGI程式 那CGI程式用什麼語言寫呢 Java也可以 C也可以 那可以少許一些程式 可是Java跟C處理很多 處理這個自算 處理日快速 那很沒有效率 所以呢 當時最流行的一個語言就是Per Per的話 那個時候寫 用Per來處理這個程式 所以很方便 所以那個時候CGI程式 還沒有SVJSBPH 那Per是很方便的一個語言 來處理自算 那可是呢 時代轉變了 所以到十幾年前去天龍去看 Per的書最多 那現在大家看不太到 有些基本而已 那這個 那實在改變以後呢 就會有人說 因為如果用CGI程式寫 有很多安全的問題 管理的問題 寫的人必須要懂作業系統 寫的人對程式的 detail 要比較了解 那開發Web程式 是後端程式變得很累 所以才會有PHP這種東西出來 所以 然後別人 那你要分別要安裝 或你要在線資料庫 你要安裝資料庫 那安裝了這個 要安裝PHP環境 要安裝資料庫 太累了 所以就懶人包又出來了 懶人包出來了 有些在Windows上 懶人包就出來了 一萬半 先換你的地址 那這個 直接去下載 然後它裡面還提供你一些管理的介面 就是 甚至於在上面 等一下我稍微提一下 有個PHP admin 還有SegleLive manager 這兩個 而且是Web的管理介面 可以直接管理這些東西 這整個環境 所以是很方便的 那 那如果用這個環境裡面 開發的時候要注意到 一些東西 那 安裝嘛 安裝準大家都是這樣子 一直下去 再同意同意下一步下一步 結果要不然成功 要不然再砍掉再重來 對 那這個 其實你 你有一些概念的話 你就知道 問題在哪裡 這個 大家現在都很方便 我記得大概 我早期 我第一個做電腦的工作 是在製造會幫他們 管理一台 做operator 管理一台 早期的IBM的主機 我們做一個系統的提升 一個版本的改換 大概要關機兩天 然後 那個 那個大機器 比不上現在那台PC 然後 那個menu menu大概有一面牆 我們後面那一面牆 都是一本一本 大概有700本menu 整個手冊 那 只有那台機器 手冊那麼多 然後 我們改版一次 那 那個硬碟都很大 硬碟好重 抵不到現在 現在的 隨身碟 但是 關機兩天幹什麼呢 一本一本manu 一個指令 一個指令的要打 每一個指令都有用途 所以那個 那個訓練 對我來講很有幫助 我對這個 每一個 因為那些東西 都包裝在同一同一 下一步下一步的理念 那這個 裡面的很多 有很多很多的 不管記憶體 或是硬體 軟體的這些管理都在 都在裡面 但是 你 看一看那些內容 再來同一同一 對你的這個 會有幫助 那另外 那我們就 web的安裝來講 如果是你已經安裝了 其他web server的話 建議先移除 那為什麼呢 因為web server default它會用到 這個 port 80 port 80 是 如果第一個安裝的 server它就會用到 那如果你上面 裝兩個web server 可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 如果apache iis 裝好幾個都可以 可是問題是 default被占掉了以後 你 等一下 你們兩個之間 要再連結 然後都要指定 是在哪一個特別的port 那就很冷淚 port概念是什麼 你的意思 port是不是真的 我只有一條線 那到底是 port是什麼意思 port如果在 在你去 你去搭飛機出國 或什麼 到第幾號的port port那是什麼 登機門 對不對 那這個 港口 空港 日本人 那這個 大陸也要空港 那這個 那到機場 port一個一個登機門 登機門那是真的有一個門 可是我們在電腦上面 什麼呢 我只有這條線 我們連到網路 覺得無線 無線看不見 有線人就這條線 那port代表什麼